還記得昨天的鼠拍大挑戰嗎 這一首歌來自周湯好的愛上你算我見 我們先來看看這兩種拍子 你覺得這兩種拍子它一樣在哪裡 不一樣又在哪裡呢 事實上它一樣的地方就在它每一個音符的長度 都是一個八分音符的長度 它不一樣的地方是一個從正拍開始 所以下一個八分音符就會反拍開始 然後再下一個就會在下一拍的正拍 然後再反拍 但是另外一個節奏呢 它是從十六分音符的第二個位置 開始算一個八分音符的長度 所以它的長度會佔據十六分音符的第二個位置 還有第三個位置 然後接著在下一個八分音符的長度 就會是在十六分音符的第四個位置 加上下一拍的第一個位置 所以這兩種節奏 它的拍場雖然都是一樣呈現八分音符的長度 但是事實上這兩種拍子 它們的起始位置 還有它們結束的位置 在音樂上面的時間來說 都是從不同的地方開始的 所以這首歌曲它就是利用這樣的概念 利用都是八分音符的長度的彈奏 但是去交錯 一下子它從正拍開始彈 但是後面又有的地方會切換到第二顆 或是第四顆開始彈 所以你就會有一點被它這種切換的狀態給迷惑 然後不小心算錯拍子 事實上這首歌曲 它從頭到尾都是絲絲拍 就會長這個樣子 這樣你學會了嗎? 你還知道有什麼樣的歌曲 會讓你這樣子產生疑惑 然後會讓你算錯拍的嗎? 留言告訴我喔 最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見 我們下個禮拜的 先來看看 好了,我們下個禮拜的